苗栗现议会定期会总质询登场 被民众奉为哈马斯地道苗栗版的苗栗市复兴路分红工程 成为了质询的焦点 现议员杨明叶打头阵 指出当地交通陷入黑暗期 居民是叫苦连天 水利处表示最快在下个月可以封城 苗栗现议会定期会总质询首日登场 现议员杨明叶打头阵 被民众奉为哈马斯地道苗栗版的苗栗市复兴路 分红工程成为质询焦点 当地民众叫苦连天 随后质询的郑碧玉议员也同步为民发声 希望工程尽快完工并做好路面封城 对此水利处长表示 因为工程深挖 地下管线单位复杂 施工齐长 目前仅剩中华电信改线工程完成 就可以进行路面封城 目前台床还没有做货 但总法天心 去盖线替下发改善改善改善以后 我们就怕流入路面封城 英国都要让人家带 要让人家家带来改善改善 目前冬片三十四 我们已经在重新做货 连这双去盟都有两年代以前 我们就先逢到查托本他的同行 同时杨议员也关心苗栗市都市计划布局与进度 希望工商处能够尽快来带动都市更新发展 还有七楼停车开单问题 也要求公务处警察局与乡镇市公所 合力规划合理的停车区 减少停车违规争议 最后针对任期即将满一年的县长中东警 也请他发表一年来的感想 但是气氛我们的驾驶太部分了 都说做事情有啥烈 他做事情都啥烈 感谢议员的议员 包括十八雄镇的雄镇市长 杨议员肯定中县长领导的县府团队 做事有魄力 让县民有感 期许再接再厉